如何分析這次事件對環球股市的影響 就是我剛才預示地說 究竟你覺得影響是短暫 還是長遠來說 都會對環球股市有一個比較大的困擾? 我想分兩面看 其實短期來說 這個事件可能是一個心理因素的影響 因為最重要是要看看 究竟中美兩國有沒有實際的行動 當然你現在報道解冠軍會圍著台灣 打發炮 做軍事演習 演練 其實未必和市場最擔心的情況就會走火 似乎暫時的機率的發生機會都比較低 所以可能在短期來說 這個實在沒有一個 可能仍然維持在各自表述 各自指罵的狀態 其實各國的心理影響就會稍微輸出口氣 但你說是否真的完全沒有影響? 其實這件事件也反映中美關係的情況 其實是相當之低的 就是兩國的關係 其實這會影響到市場內的一些憧憬 包括 究竟美國兩個全球經濟最大體系的貿易談判 會有樂觀的進展 又或者在其他議題上 雙方會採取一個比較合作的態度 可能這方面的憧憬都會稍微降溫 可能對大市有些心理因素也好 或者實際上一些 比如說去到一些很具體性的 例如關稅的傾談 或者中概股的會計審批的談判 可能這些方面 可能心理上市場的預期都會比較 稍微降低幾格 不會那麼大衝靜之下 其實可能對整個環球股市 都會造成困擾 是的 剛才提到大家都聚焦了 除了打仗不打仗 大家都很不想戰爭發生 看到中美關係 有些尊難度會形容為反抬 其實對中概股會不會有比大市更大的影響 我想其實剛才都說過 其實可能是暫時說 你去到這個階段來說 大家都仍然維持一個各自表述的階段 你說對中概股是否有更大的影響 就未必的 短期來說 但始終你兩國的一個 首先在美國方面 其實你去到中概股會計談判 其實都是一些技術官僚的商談 可能根據自己行事的方針 以及根據自己的原則 去做這個商談 就未必完全受到政治環境影響 當然 這是理論上 實際上 如果當美國兩個關係比較轉差的時候 其實可能很簡單 你老闆給你那個目標 或者那個可退的範圍 就收紮了 所以可能對中概股來說 日後可能在會議的商談方面 可能樂觀的空間 或者可以值得樂觀的地方 就更加少了 所以可能對中概股會來說 可以說本身消息已經偏淡了 就是壞上加或雪上加上 可能對中概股來說 如果你單從這方面去 可能憧憬他有一些 中美兩國 中美談判 可以握手 就喝一下酒 我想暫時都比較難一點 暫時的憧憬一下